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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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菜 有名廚 由傳統宴席煮到新派菜式 名師出馬 滑美的手藝 李宗盛 李宗盛 有一天 我想做意大利的名菜 但我不懂得做 所以 我請了位 懂得煮意大利的名菜 名廚 Sandy 很棒 今天我們做Vlorintina Aletripo Vlorintina Aletripo 一起煮吧 Ciao Sandy 那我們做 Vlorintina Aletripo 灰牛糖 今次這個Vlorintina Aletripo Vlorintina Aletripo Vlorintina Aletripo 是甚麼呢 我想知道 意大利人或歐洲人吃內臟 跟我們中國人一樣很多菜式都會 因為有長的飲食文化歷史的國家 通常都會 整隻動物從頭吃到尾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意大利 其實吃牛肚也是挺普遍的 你會在街頭小吃見到它 街頭的食法有時 它會用來配夾著麵包 但如果進入一些比較普通的餐廳吃 如果會提供這個牛肚的煮法 它可能會有時會配意粉 今天我們煮這個 是來自Florence 即是佛羅倫斯 做這個菜式的第一步驟 買這個牛肚回來 可能在超市買到的話 通常是冷凍的 然後回來 你只要用冰就可以了 煲了煲熱水 放下去 然後灑一會兒 主要去到那些雪味 需要加鹽嗎 不需要的 待會去到我們匯它的時候 其實就會加很多味道 所以都不用的 現在就讓水滾 這個醬就是佛羅倫斯 我這個是 不是佛羅倫斯的醬 這個是普通你會去超市都買到的 但最好是買意大利的番茄 現在其實可以了 麻煩你拿個篩 然後夾出來就可以了 夾出來的時候 我就預備其他回這個牛肚的材料 我切洋蔥 我先準備哭了 那我都預備哭了 希望不讓你哭 我遠離你 我會帶洋蔥 不得了 希望你不哭 但一般來說 其實如果你快速切把刀是夠膩 其實它就不會令到太多洋蔥的汁 然後撕出來 是那樣的令你去眼睫 我還沒有哭 那OK的了 切完了 不過我和你一樣 很厲害 以為它有距離 那這個牛肚 剛剛炒完這個牛肚 我都會把它切細 好 牛肚因為都是會比較硬 它的組織 它是肌肉 所以通常要用炆的方法去弄軟 好 那現在預備好些需要切的東西 先煮一煮洋蔥 那這個步驟又是不需要鑊熱了 因為我們不是想洋蔥要上色 但很多時候中式那些是爆香的雪 其實它這樣煮加熱已經會有香味 對 而且因為它會炆的 炆的過程的時候 其實泡河作用都是會一直把它的水分收走 所以其實它那種爆香了 或者我們叫焦糖的效果 它都會出來了 或者你幫我稍微炒它先 這一邊呢 在炆的時候呢 就會把這些香料 因為方便我們待會可以容易拿出來 不會吃的時候這麼多這些渣 或者一些碎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拿一個 這些是我們會入茶葉的袋 我們就把這些香料放進去 這些是茴香 茴香 這些是在煮西餐都會提供的 這個是Liquorice 即是甘草 甘草 這些是香葉 我們就這樣叫它 然後還有這些是八角 中國人說八角 這兩個就比較少在西餐出現 這是陳皮嗎 對,這是陳皮 其實這兩個是我加進去的 這裡有一點是花椒 但是因為這麼少不會割 等於少少加黑胡椒的效果 咦,它有少少什麼味道 然後你現在就可以加牛草 好啊 它又會降溫 這個很濃的 很濃的 對,這個是香料茶包 我們先加一些蒜頭 之前我其實是把蒜頭 拿回來自己割了 通常我都會… 你買了一塊回來之後 你就一次過切掉它 然後你用一些 硬碎油蓋著它 雪櫃 任何時可以拿出來就這樣用 那如果你用油浸著的蒜頭 你拿來炒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不需要再加油 這個很溫 對 這個我們都會加得多 好啊,好啊 好啊,好酸 好啊 酸的 這個蒜我們現在要炒一炒 帶一些香味 但就不需要上色 嗯 其實現在也很香 聞到了,聞到了 好,現在我們就… 煮到不上 我們就加一些液體 讓它開始燜 那這個就是雞湯來的 好,接著呢 就會加一些紅酒 紅酒 加一點點 因為… 這是意大利菜 會加一些意大利的紅酒 會加一點點 嗯 通常意大利酒的特性 它也是酸性會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意大利菜很多時候都會用番茄 是 那番茄本身酸性高 所以它喝的酒 它都要頂得順 那些不順的酸度 對了 然後這個就可以放下去 可以放一些茄醬 哇,這個… 真的沒見過這樣煮牛肚 先攪勻它 好 那還會加… 這些是乾了的牛肝菌 嗯 那意大利菜很多時候都會用到牛肝菌的 是 跟平時用途不一樣 那我會… 直接加 直接加下去 那用它的液體去… 讓它軟化和味道出 另外呢,還會有這個是 Thime草 Thime就是百里香 這個是乾的百里香 那另外這個就是oregano 是乾牛肌 另外呢 會加少許 以太利的辣椒 乾辣椒 我覺得那個湯很棒 是啊 但是這個要… 牛肚腩軟了 其實可能要燜一兩小時 這樣 這樣就可以蓋著蓋 然後讓它這樣燜 燜到它的牛肚軟 等了兩個小時 還要燜好了 對啦 現在呢就… 嘩 它的色水也變深了 是啊 因為它吸了那個醬汁和裡面 加了紅酒 所以它會變深色了 嗯… 很香啊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先試一試 夠不夠那個… 你看我們剛才沒有加它蘸 嗯… 我覺得都可以 你試一下 你又試一下 因為我會再加巴馬桑芝士 我覺得可以的 那… 或者你先夾起那個… 剛才那個香料包 現在就不需要香料包了 對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再加一些新鮮的… 牠們草 牠們香 嗯… 逆方向 這樣撈下來就可以了 你倒一轉順方向就不可以了 會… 是喔 有兩樣東西我覺得可以加多一點的 就是一些香菜 另外就是芝士 嘩… 芝士? 就加巴馬桑芝士 噢… 好多啊… 這麼多芝士 不多喔 巴馬桑芝士呢 是… 以例芝士裡面 他們覺得是芝士黃 芝士黃 嗯…沒錯 它跟… 這個… 味精裡面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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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它等於一個天然的味精 你現在看到 它的顏色都… 淺色了 芝士融了下去 而且開始會結了那個醬 厲害了 你看看再試一下味道夠不夠鹹 因為本身 打算還是有鹹味 我覺得加勒芝士會比較鹹 嗯…對 對 夠鹹味吧 嗯… 嗯…可以上碟 好 哈哈哈… 再試試一下 直視針 喔… 唉… 行了 那我會放一些… 這是以來的芝士 嗯 那…另外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蘑菇吧 好漂亮喔 再加一點奶水 喜歡不怕吃辣的可以加一點 再加一點辣 吃的時候我們可以加一點辣椒一起吃 我們的牛股 已經完成了 按下去已經感覺到 它真的炆得很軟 對 它進入了味 剛才我們調的醬汁 深入牛股 然後咬的時候 直到口腔四射 其實是蠻複雜的味道 因為剛才有很多料在裡面 如果這個配飯也很棒 加起來很酸 對 好像他們的加油小吃那些 用麵包夾著他們吃 剛才我問你 牛股夾著麵包 因為我印象中牛股一定很爽 我平時吃的 那就是咬不爛 但是如果它炆得那麼軟 其實好像牛肉 對 其實你咬不爽 有點像番茄炆牛腩 或者牛尾的感覺 另外如果喜歡的話 你可以加一些辣椒油一起吃 好飽味 意大利人都很喜歡吃辣椒油 或者辣椒仔 對 如果現在有杯紅酒 就在那裡拿著來喝 瞞想一下 拿一下 乾杯 Salute Ciao 哇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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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